今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農業銀行1288 簡選原因是內銀股相繼公佈了第三季業績 四大行、農行、建行、中行和工行 第三季盈利按年的增幅介乎0.03%至7.8% 當中以農行的表現相對較佳 盈利增長7.8%至741億人民幣 好過市場預期 主要是受惠於信貸成本下降帶來的貢獻高過預期 中金認為農行第三季盈利增速高過其他大型國有銀行 資產負債表擴張持續領先同業 資產質量保持穩健 維持對農行今年和明年盈利預測不變 預料農行今年的盈利會上升4.1%至2698億人民幣 明年增長5.9%至2857億人民幣 目標價上調16%至4.16% 策略上農行8月至今營造上升軌 由於貴積好掛市場預期 近日在市況波動下仍然守著上升軌 走勢跑贏大市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目標上網大行給予最新的目標價是3.5% 匯吐適宜首在2.7% 農行2023年的預測股息率是8.4厘 好看